大家好 相信很多花友在养养花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养花盆土里面有一些颗粒状的一些缓氏肥 那么我们自己在养养花的时候应该怎么给你的养花添加这个缓氏肥添加的次数和用量是怎么判断的呢 刚好现在秋天正式给养花换盆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添加上这个缓氏肥就是给它施加积肥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要根据你的盆的这个盆镜的这个面积单位来计算 那么我们大概每一寸的话呢用0.3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植株的话长得特别的壮而且苗又比较多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每一寸的多添加0.1克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像我这个盆的话呢大概是一个8寸的盆 那么这个8寸的盆的话呢我们大概用2.5克到3克左右的用量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拌在你的这个质量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给它用这个缓氏肥啊我们用什么样的缓氏肥更为合适呢 如果大家想要简单一点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通用型的缓氏肥 添加比较均衡的 然后呢用上一个大概2克的这个勺子 那么我这个是2克的 然后用一勺半左右就可以了 当然的话呢大家想要精细一点或者是想要更适合你的兰花生长 那么建议大家最好就是以蛋甲肥为主然后磷肥为辅的这种缓氏肥 这个缓氏肥的话蛋磷甲比例是18比9比18 蛋甲含量偏高就有利于你的植株的一个静叶的生长 还有有利于它的健壮 然后使用的时候也是呢大概用两勺多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拌在质量里面或者是直接撒在这个盆土里面 然后给它拌匀到这个土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特别的方便 所以呢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给兰花添加鸡肥我们的用量 还有方法还有使用的这个肥料的选择 好的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